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煮素肉谷茶 今天介绍的是山西堂十大地址配方 今天秘方大公开,让我们来看看材料 首先这是所需要的材料 首先有干草 属地 穿熊 橙皮 当归 这是五种药材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是香料 盐水纸 白胡椒粒 八角 桂皮 葵芹 金蛋麻仁 这是五种香料 所以五加五,一共有十种,水命名为十大地址 首先我们来炒香白胡椒粒 把胡椒放在锅里 开中小火 慢炒 炒到有香味 可以一次炒多一点,收起来慢慢用 一边炒,一边听它的声音变清脆,有香味,就是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盐水纸和回芹放入锅中炒香 方法跟炒胡椒粉是一样的 也是把它炒香 可以用手去试试看它的温度是否均匀 接下来把炒香的胡椒粉稍微中脆 稍微捣烂就好 像这样 接下来我们用这种透明的汤包 再来说可以买到 把中碎的胡椒粒 和回芹跟盐水纸放入汤包中 像这样 接下来我们煮一锅开水 把刚才那些材料都放进去 药材,硅皮,八角,当硅就留住,最后才放 可以放一些你们喜欢吃的菇类 就这样子先让它熬煮 先熬40分钟让它味道出来 接下来可以放一些耐煮的材料 这是素鸡脚 这是素鸡脚 也可以放豆粿 调味时放一叉食的素厨粉 再放一大茶匙的盐 再放一大茶匙的盐 黑酱油上色 不需要放太多 因为熟地已经有一点黑色了 如果不放黑酱油也可以 再放一勺的酱油调味 再放一勺的酱油调味 小鸡肉 然后继续煮30分钟 最后在要吃的半个小时之前 我们放入当硅片,和我们的塑料,树羊肉和树瘦肉。 然后再煮30分钟,让它的味道出来。 盖上盖子,让它的香气保留在里面。像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的肉骨茶汤,可以配着油条吃。 记得切一点辣椒。 谢谢收看。